来 排好队 韩大队长挥挥手 示意住持和居士们都站成一排 并让一名刑警举起了摄像机 几个人不情不愿地动了起来 再在江远的要求下 抬起脚来 江远并没有一个挨一个地看过去 而是一眼扫过去 就来到了三位长期居住的居士面前 又放了一张纸 道 踩一脚 踩就踩 但你要想冤枉我 你的拿出证据来 女居士古名侠依然不惧 这在犯罪嫌疑人中是比较少见的 很多没经验的案犯 哪怕事先计划得很好 到了这个时候 都会因为飙升的肾上腺素而不由自主的战斗 这种经验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 比如小时候玩捉迷藏 葬得很好的时候 反而会心跳加速 又或者玩游戏的时候 面对自己第一格武杀的时候 手心会止不住的出汗 在或者被长得帅的男生送花的时候 哪怕从小就计划着这一刻 甚至还预演过 可依旧会头脑一片空白 大部分的意外情况 要处理得好 都是需要经验的 江远重新确认了一下脚印 再抬头 仔细看看古明侠的表情 道 您不会以为换一双鞋就有用吧 那样子 足迹鉴定还有什么意义 其实欧美帝足迹鉴定就是这样子的 通常来说 他们只有鞋印鉴定和赤足鉴定 没有足迹鉴定 但那是受限于法庭制度的 换言之 不是科学问题 是体制问题 女居士古明侠显然是个不懂行的 但她听了江远的话 也只是慌乱了一下子 接着就镇定得到 随便你说什么 你的拿出证据来 找一双41大小的男士耐克鞋 鞋底下有一个大大的对号的那种 可能是双慢跑鞋之类的 江远是对韩大队长描述的 后者的命令立即发了出去 主要的搜查地点自然是古明侠的房间 古明侠立即表示反对 几名居士开始嚷嚷着搜查证什么的 韩队长淡定得到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136条规定 遇到紧急情况 不利用搜查令 也可以进行搜查 其中 紧急情况就包括 可能隐匿 悔气 转移犯罪证据的 可能隐匿其他犯罪嫌疑人的 庙里是否就只有目前的八个人 是我们不能确定 也必须确定的 古明侠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转过身来 又对江远道 你都说是41的男士耐克鞋 那显然不是我的鞋 你这是聪明反背聪明物 江远笑了一下 道 小路上积累的脚印不少 大家每天溜弯 来来去去的 都有留下脚印 其实很难判断当时出现的的是谁 但是 一双41码的耐克鞋 还是小脚穿大鞋 这就太明显了 稍微看过一点书的人都知道 不论是小脚穿大鞋 还是大脚穿小鞋 在LV0.5以上的足迹鉴定人员面前 都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甚至欧美的足迹专家 也都能一眼分辨出来 总的来说 这么做的 都属于没经验 没尝试的初级犯罪分子 倒是符合古明侠的身份 当然 看过脚以后 江远就百分百的确定了 至少这个穿男士耐克鞋的 一定是古明侠 古明侠的眼睛滴溜溜的转 大约在思考 是否要承认此事 并进一步的反驳和狡辩 这就是普通人面对审讯时的困境 一方面 古明侠并不能百分百的确定 江远究竟是真的看出来了 还是在诈唬自己 虽然八成是看出来了 但身为当事人 他还是心存善念来着 另一方面 古明侠可以承认自己就是穿了双四十一码的男士耐克鞋经过了窗边 这也不犯法 但是 就这么承认下来 显然会加重自己的嫌疑 说不定还会落入警方的陷阱中 古明侠斟酌再三 都不能决定 他已经将鞋抛下山了 按道理说 应当是没什么证据了 他却不明白 江远的足迹鉴定 已经是将他锁定了 现在只是需要更明确的证据罢了 一会儿 刘锦辉过来看了眼 又问两句 道 派搜索队把庙里虽然有香炉之类的地方点火 能把杂志烧了 但写肯定是烧不干净的 行 我组织一个搜索队 韩大队长没什么啰嗦的 搞搜索队固然是要增加开支 但这个程度的费用 对一起命案来说 还是不够看的 刘锦辉临时画了一张地形图 拿给韩大队长 道 先搜查古明侠住的房间周围 他应该是没什么反侦查经验的 物品的处置应该也是比较匆忙的 警察们都是突然上山的 他肯定是没什么提前准备的 韩大队长立即调整搜索队的密度 在几名居士住的山坡附近 挂起了好几盏大灯 这边的小庙就建在一座小山丘上 既没有名山大川的险峻 也没有顺流而下的水流 暗犯抛弃物品 基本也是抛不远的 不到半个小时 一双灰布溜秋的耐克鞋 就被发现了 最有趣的是 一本简国的杂志 就在耐克鞋里面 拿到了证据 韩大队长就非常轻松了 将古明侠单独拉到一个临时的审讯室里 就问 怎么样 你要是还不承认的话 咱就做DNA 别怪我没提醒你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可不是开玩笑的 你这样对抗下去 最后谁都救不了你 韩大队长还是挺得意的 这个案子虽然少不了江远的参与 但整体上来说 主要工作是自己和队员们做的 尤其是保护现场和现场搜索 进一步的发现证据 都算是他做的 等于说 这起命案机案 可能有八成 至少有七成 少说有六成 怎么说都有五成算是他的功劳 古明侠眼睛直愣愣的瞪着 过了好半天 才道 我是为了提醒你们 提醒什么 韩大队长问 古明侠气道 看不懂字吗 杀人者张芬 张芬是跟你一起 长期居住在庙里的居室 对吗 韩大队长问 对 韩大队长的眼皮子跳跳 就在白天的时候 他还看三名老baby你请我弄得抱一起拍照 现在就开始揭发了 韩大队长问 你为什么说他杀人了 肯定是他杀的 他因爱生恨 古明侠肯定的道 韩大队长皱眉 死者是谁 你认为 钱国庆 古明侠道 钱国庆 多大年纪 哪来人 六十岁 月省的 然后呢 你为什么认为张芬会因爱生恨杀了他 因为他真正爱的是我 古明侠挺起了腰杆 悲愤的道 我们是为了不伤害到他 所以才没有对外公开 但是 但是 一定是张芬 他曾经说过 的不到就毁掉 他还说过 他的前夫 就是被他连公司都毁掉的 房间里的几名警察 颇为尴尬的互相看看 大家虽然见过很多恶心的事 但这几年 如此别扭的爱情故事 已经很少听到了 审讯室里的韩大队长想得更多 转头问道 你说的这个前国庆 身高多少 体重多少 身高1米758 可能还更高一点 体重134的样子 身材保持得很好 他经常锻炼的 古明侠有些修男的样子 他也是很绅士的那种 经常穿一身三件套 拿一根文明棍 韩大队长又问了几个问题 然后看向站在后面的江远 这里是临时审讯的性质 如果不是问出了意外的答案 原本应该是几句对话就结束的 江远和刘锦辉也都在房间里站着听 表情各有各的凝重 韩大队长用眼神询问江远 他说的人对吗 江远郑重的点头 单从法医人类学的标准来看 死者的年龄和身高都是对得上的 膝盖和肩部等位置的骨头 也确实有参与锻炼的磨损